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特点 首先一个生命线跟智慧线 它粘贴处过长 过长的话就是做事比较保守 不够积极,犹豫不决 在事业当中会错过一些机会 但是它这个人缘不错 整个的感情线它不是很长 中规中矩到的中止 人缘还可以 在26岁之前 这个你看在26岁之前 这个感情线比较杂乱 甚至有些导文和支线干扰 那么在26岁之前感情不太稳定 容易谈了女朋友或者是谈了男朋友 容易分手 所以说建议26岁之后结婚 整个性格看来还是比较善良的 人缘不错 早不于前 这个年轻的时候呢 交朋友,喜欢交朋友 这个做事也是比较大方 这个做什么事情呢 喜欢自己去买单 这个是比较大方的一种 所以说人缘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吧 我们看到哪个就说哪个 你看这个是川自长 标准的川自长是比较特殊的 个性是比较要强的 事业心很强 利于事业,利于财运 这是一生不甘平凡的首相 那么 而且呢 他的目标性也很强 这个强烈的希望自己能够有所作为 有所成就 可以考虑创业 是属于大川自长 但是近期的运势有点不利 这个 色泽比较发青发暗 整个手掌呢 有点发紫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手掌特点 这个呢 从这个婚姻当中啊 可以看到一些 这个苗头 这个感情线还是不错的 天文上窍的格局 而且没有什么杂文干扰 所以说感情呢 能够白头到老 生命线比较浅 比较淡 差一些 在24 25岁之前呢 容易有一些 大的手术啊 这个住院情况发生 事业方面呢 有贵人啊 在24岁左右呢 有一次好的机会啊 但是呢 注定命格当中是有小人啊 这个 很典型的小人文 冲了指缝 这是一个 命中贵人和小人都有 所以说这个 一定要好好甄别啊 好了 有关这个手向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 八字手向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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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